中国女星古丽娜扎在七夕情人节当天 被八卦媒体爆出了云南星 秦义鸣一同逛街的影片 两人先是到菜市场采购 随后一起去按摩吃饭 最后秦义鸣跟着古丽娜扎 一起回到了女方家中 直到凌晨一点多都未曾离开 狗仔推测两人已经同居 而且在双方的日常生活照中 也能发现相同的家具和摆设 对此古丽娜扎工作室发生强调 两人相识的14年来 已经从朋友变成了像家人一般的关系 而且秦义鸣也是古丽娜扎亲妈妈的干儿子 无奈地表示这都能造谣 并强调女方一直是单身 古丽娜扎本人随后也发文 先是祝福粉丝们七夕快乐 同时也表示太闲控的人 还是去找工作比较好 暗奉造谣的狗仔 也否认了和秦义鸣热恋的消息 否认绯闻的态度获得网友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